这趟我供过来四川 帮我妹妹爱园果肉城 又卖爆单了 这会儿猪哥正在打单子 待会儿呢我把单子拿给他 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猪哥你单子打完了没 还没有呢 你看 刚刚打的估计仨打的少一半 像大的不是已经圈了吗 哦对 那你赶紧打 我拿过去给他爸看一下 看他爸是个什么样的反应 知道不知道他要来四川 没了多少大的二役过来 不知道多少大 多少大 对的 你看 车子刚刚已经打了少一部分 等会儿把这些货爆完了 再把生涵里再打 咱们下来咱们还不来 把这一千的 嗯 我爸看你这是没有那么兴奋 因为这是去年的时候 从那一千多的 妈妈还高兴的 这是还挺丹丁丁 这事也高兴嘛 但是你说八十的中纪 而且没啥被子 让朋友做什么事实在地 回头可以做 我一定做行的 但是发社会来 这也是医疗之中的事情 再把这个已经为了三年了 这个贫困也大过去严谋 这骨可以也小心 回头的也高 你想在每年来的雨风 要跑多少路呢 先过完 你想我指导去 一直在厂谱教授 你看这个 这个是粉线的过去 它的支出大包 我爸还是特别负责任的 小鸭身边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看一眼狗路车的一个包装方式吧 我手上所拿的这个箱子 是咱们净重4.5斤的一个箱子 旁边放的这个大箱子呢 是咱们净重8.5斤的 两个的区别就是一个大一个小 图案啊颜色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里面是蛋脱的这种包装方式 每个果子会套上网套 大家可以看到箱子边有空格 因为咱们是要重量去卖的 重量够了咱们就不装了啊 每一天都是限制限发的 发货的时候也会带着新鲜的绿叶去给大家发货 这也会保证果子在运输的途中 水分不会流失 猪哥你不打电子又坐在这里吃橙子了 你让我歇一下吗 看美不美皮薄肉厚 我这几天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喝水 每天都是吃橙子 因为这个橙子它的汁水是非常多的 看一下 我平时吃一个都觉得好撑呀 哈哈 你看咱们在四川夜几天了还拉的铺盖 这边的房子也不好找你看咋办呀 我待会再去转一转吧好吧 算了吧你们回去找了 这边小区里面每年房子不好找 我在刚好有一个房间 你是不是一家里住这儿一下吗 这儿有一个房间 行的他可以感谢你了 哎 哈哈哈哈 我爸一听可开心了 整个一起好就这儿吧 嗯 收拾了就好了 嗯 就直接收拾了就行了 然后你把你的背后就直接 重新换一下 就开了 行行行 你确定这个房子没人住了吗 这都是我仓库一起的 知道吧 以前我打算做的 现在我住楼上 所以说我从这儿就能住 行行行 好那可以 没事 嗯 此门这位之后他熟了的话 又有一段床 总是随后我说对的 我又啥抬起来 嗯 那叫你后退 这一个就是啥 嗯 像这仓库子的隔壁 哦 仓库就在隔壁 那就是24岁 是我平时住的 看这大包家 嗯 我先老三 那都走着 九十个都走着 看下 看下情况 我发别人 刚刚和我爸已经把房间的卫生收拾好了 这会把我们从陕西带的铺盖 拿进去 把垫着的铺铺铺上 814万弄了就插上啊 后天 你看 手似后天 还挺没洗的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